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早上來到你們當中 實在是一個榮幸 是首次在一個講華語的教會裡面講到 我的華語不是太好 罵人特別好 在四十多年前 我仍然在公職場的時候 過去我曾經在船廠工作 所以我的工作處理很多 就是船物業的電池 所以我會上到不同的船上 修理這些的氣場 有一天我就上了一艘中國的船 所以他們帶我進到這樣的一個機械的房子裡面 所以這個官員一直跟我講話 其實裡面是很大 所以我就跟這個官員講 為什麼你不要休息呢 為什麼你不休息呢 所以我的華語跟福建話是 我是廣東人 已經結婚四十一年了 只有一個了 我啦 兩個兒子 兩個都是神奇的兒子 因為本來我太太是沒辦法懷孕的 其實醫藥人員證實說 我的妻子的子公是死了 但是神奇妙地打開了祂的子公 然後祖先給我一個大兒子 是我們結婚十二年後才生第一個兒子 所以我的兒子呢 就是十二年後呢 十二月的第十二天 然後呢 兩年後呢 我又多了一個兒子 我其實很想多一個女兒子 神就是在二第二呢 祂就停止了 所以在教會裡面 所有的年輕小女孩 都是我的女兒啦 Amen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神在我心中感動的一個信息 那好我們先來一個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祢 因為祢是給我們主耶穌基督 感謝耶穌基督因為祢誕生在世上 我們也紀念祢的死 但是我們很喜樂 我們慶祝祢的復活 我們慶祝祢的復活 我們也預備 我們也很期待祢祢再來 我們也預備 祢再來 奉耶穌基督的敏感恩 Amen Amen 那我們信徒們需要知道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真理呢 是什麼 就是耶穌基督祂一定要再來 那你相信耶穌會再來嗎 Amen 那如果剛才沒舉手的話等一下要來見我啊 那耶穌祢必定會再來 但是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就好像跟耶穌在一起的門徒們 他們問你到底什麼時候回來 你是要怎麼樣的方式回來 那你回來的時候這個世上要怎麼樣呢 那現在這個時代什麼時候才會末了 那我們要注意什麼種徵兆呢 才知道祢要再來呢 所以今天早上 我要跟你分享神所給我的一些啟示 就是有關耶穌基督再來的事 我不講災難的事 就是在神學裡面想到災前災後或者災中的一些事情 因為這樣的一個神學理論其實是很多的議論 那我給你的呢就是主耶穌基督祂在話語裡面 祂的話語當中所講的 我們的經文今天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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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馬太福音第15章 馬太福音第1到第13節 馬太福音第25章 馬太福音第25章第1到第13節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句 那這件事是一個很趣的一句 那是你的燈夠不夠油 那是你的燈夠不夠油 馬太福音第25章第1到第13節 然後這聖基的主題呢是 耶穌所給的一個很有趣的比喻 那我們總是用的一個名稱說 這是十個童女的比喻 那其實這個比喻呢是有關末世的事 那這一切呢都是跟永恆有關系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對永恆的觀點 因為神要我們一直活在一個有永恆在我們的世上 其實這裡不是我們的家 那是在耶穌基督祂再來之後 那我們將要與祂永遠的與祂同將 所以當我們仍然在這世上的時候 那我們必須要被一個意向抓住 就是我們的這一生以後要去到什麼地方 那神是呼召我們做什麼東西 而且呼召我們成為怎樣的人 所以我們要怎樣的度日 那我們要選擇 那我們要選擇怎樣的度日跟生活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是怎麼活呢 將會有一些的後果 因為當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祂一定會評估我們的生命 所以按照我們的果子 按照我們所經過的一個果子呢 我們將要看到是得到獎賞呢 或者一切都廢掉了 所以這一個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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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一個比喻是一系列四個比喻當中的其中一個 就是耶穌打祂回來的時候的一些事情 在這四個比喻的裡頭 給我們明白其實我們這一生要怎麼度日的 其實呢重點是關係 我們信徒們基督徒是怎樣彼此的相待 所以第一個比喻呢是講到呢 就是一個忠心的仆人的比喻 所以在信徒之間我們是怎樣的彼此相待 第二個比喻呢就是我們今天所要強調的石頭女的比喻 那這個呢是誰跟誰的關係呢 是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 然後第三個比喻呢就是這個才幹的比喻 是在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十四到三十節裡頭所寫的 是在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十四到三十節裡頭所寫的 這個比喻呢是講到呢神給我們的恩赐我們要怎麼樣去使用它 你所做的工是不是逃神喜悅呢 因為當耶穌基督祂回來的時候 祂將要按照我們是怎樣處理我們的才幹來獎賞我們的 那第四個比喻呢就是綿羊跟山羊的這個比喻 所以這第四個比喻呢就是信徒跟非信徒的關係 主說當他回來的時候 祂會要問你的一個問題 那你是怎麼對待那些無父無母的或者是沒有家 那些貧窮的那些有需要的人呢 然後祂說呢我將要把綿羊跟山羊分開 到時呢你是屬於綿羊的還是屬於山羊的 所以這四個比喻呢都是講到耶穌基督再來的事情 其實呢有這個我就可以講四堂道的 今天呢我們要看的是馬太福音第25章1到13節 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 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 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個是魚灼的五個是聰明的 魚灼的拿著燈卻不預備油 聰明的拿著燈又預備油在器皿裡 新郎辭言的時候他們都打頓睡著了 半夜有人喊著說半夜 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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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半夜 midnight也可以 這個是我要你先記得的一件事情 因為呢整個比喻的重點就是在半夜 所以半夜有人喊著說了 新郎來了你們出來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都起來收拾燈 魚灼的對聰明的說請分點油給我們 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 聰明的回答說恐怕不夠你我用的 不 不是你們自己不然你們自己到賣 賣油的那裡去買吧 他們去買的時候新郎到了 那預備好了的同他進去做席 門就關了 其餘的童女隨後也來了說 主啊主啊給我們開門 他卻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我不認識你們 所以你們要警醒 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 因為沒人知道什麼時候 我們不曉得哪一個日子也不曉得哪一個時辰 但是這不是說呢他任何時候都可以回來的 那所以這個比喻呢是講到耶穌基督要 他這個新郎呢要來就是新婦呢要迎接新郎 那我們有很多的疑問的地方 你知道我讀聖經的時候我會問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因為呢我在與神同行那麼多年的當中我學到一件東西 你需要問問題 你知道對猶太人來講 那對猶太人講呢不是你的答案有多標準 那重點呢是呢你的問題問得有多厲害 所以你問越多問題的話呢主更多的會認識你 我給你一個例子 我問你一個問題2加2是等於多少 這個不是4 所以2加2就是4 但是呢猶太人他不會給你4 那其實呢猶太人他會用另外一個問題來問這個問題 然後可能他會問說 哦其實8減4是什麼 其實他懂答案是4 但是他是用另外一個問題來給你答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問問題當中呢講同樣的一個答案 16除4是等於什麼呢也是等於4 那所以你看當他們問主耶穌問題的時候呢 耶穌就問了他們另外一個 所以我就問很多的問題呢 因為是有關耶穌要回來的事 我問為什麼是半夜的時候呢 新郎會來了 那為什麼有一群人大聲的在跟他喊說 新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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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這些童女他們不但要有燈 而且他們還有額外的油 其實這些都是核桃的問題啊 其實這些都是核桃的問題啊 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的明白這個比喻的重點跟重要性 那你必須要有兩件事情的洞察力 首先呢 首先呢 是這個背景 為什麼耶穌要給這樣的比喻呢 那另外呢 就是呢 就是整個 傳統的猶太的婚禮 他們的習俗跟他們的文化 我們要看一看這個背景 所以這件事情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就是在二十四章第三節那邊講的 耶穌在橄欖上坐著 門徒暗暗地來就問了他這些問題 所以你看 就是 請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有這些事 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麼預兆呢 耶穌呢 在講這些 這系列的比喻之前 他就先講到 某一些的 預兆要發生的事 那就是這個世界呢 在末了之前 有一些的預兆 有一些的預兆 你要注意的 我要現在給你的 所以我們再看 第二十四章的第四到第六節 耶穌回答說 你們要謹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來說 我是基督 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 和打仗的風聲 總不要驚慌 因為這些事 是必須有的 只是末期還沒有到 所以你看 耶穌講到 第一件事呢 是迷惑的事情 那另外呢 就是有打仗的事 還有打仗的風聲 那然後他說呢 千萬不要驚慌 因為這還不是 末了的事情了 然後再繼續 他講了 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多處必有 饑荒跟地震 然後另外講到 有饑荒有地震 還有各樣的災難 要發生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看 有迷惑的事情 有戰事 有地震的事 激荒的事情 還有其他的這些災難 然後 耶穌 沒有 之前那裡有 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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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恨惡 你看 他在第八節那邊說呢 這就是災難的起頭了 你看 就是這些迷惑的事情 激荒的事情 激荒的事情 地震的事情 各樣的 瘟疫的事 這一切都是災難的起頭 這些基礎呢 都是災難的起頭 然後呢 他說接下來呢 就會有更大的患難 有更多更多的假先知 還有假基督 興起要繼續的迷惑人 最終呢 就是最邪惡的事情 要發生的 就是在這個 在一個聖山上 這個敵基督的出現 然後呢 在二十四章二十一節說呢 因為那時呢 必有大災難 所以你看 有一個起頭 災難的起頭 然後二十一節呢 是大災難發生的 那大災難之後 又什麼事會發生呢 那就是那些日子的災難 一過去 所以在有災難的起頭 然後大災難 然後災難的日子過了之後 日頭就要變黑了 月亮也要不發光了 眾星要從天上墜落 那我說這個呢 就是宇宙性的黑暗 然後他說 那時呢 人子的災難 要陷在天上 你看一邊呢 就是整個 宇宙性的 完全黑暗了 然後另外一面 你就看到 人子的災難 就陷在天上 你看一邊呢 就是整個 宇宙性的 完全黑暗了 那是有能力的 是有大榮耀的 是駕著天上的雲 降臨 所以人子來的時候 那也就是 主的日子這個名稱 那在月耳書呢 月耳所講的 就是主的日子 月耳第二章 第三十一節 日頭要變為黑暗 月亮要變為雪 這都是耶和華 大而可畏的日子 那說呢 就是這個 主大而可畏的日子 來之前呢 就有一個宇宙性的 全然的黑暗 然後你看到這個呢 其實是一個 時間性的 一件一件發生的 一個時段 就是某一件事情 沒發生的時候呢 下一件事 就不會發生 所以開始呢 是有災難的起頭 然後呢 大災難 然後有全然的黑暗 然後呢 才是主大而可畏的日子 所以你要明白這個 末日的事 你一定要知道這個時間 因為這些系列的事情 就是主所給我們的預測 然後這些呢 這些經文呢 跟啟示錄 我們又怎麼相連來看呢 然後這些 這個時間性所發生的事情 災難的起頭 大災難 宇宙性的黑暗 然後呢 主大而可畏的日子 約翰呢 是在巴摩島上 然後在巴摩島上 他被提到天上 就是將來以後的事情呢 主顯明給他看 所以他呢 所以他呢 就寫下了整本《啟示錄》 在寫這個《啟示錄》的時候呢 他看到一個打開的卷 其實呢 那個卷是還沒打開的 是正處的 然後他在四周圍在看 然後他一邊看的時候 他一邊哭泣了 他說 我找不到任何一個佩德 把這書圈打開的人 那這卷上呢 有七個封住的 然後一個天使來 他說千萬不要擔心了 不要哭了 那猶大之派的獅子 那就是神的羔羊 他是絕對佩德把這書圈打開的 然後呢 神的羔羊來了 就把這個封完全打開了 這七個封印 那你要注意這件事情了 那你若要明白《啟示錄》的話 你要明白這七個封印 你要真正的完全了解《啟示錄》整卷書 另外呢 你真的要知道這個 宇宙的黑暗的這件事情 因為呢 宇宙的黑暗這件事呢 是我們要打開《啟示錄》的鑰匙 那我要先從那第六個封來講起 在《啟示錄》第六章第十二跟十三節 《啟示錄》 揭開第六印的時候 我又看見地大震動 日頭變黑像毛布 滿月變紅像雪 天上的星塵墜落余地 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 落下未熟的脖子一樣 所以這六個封印被打開的時候 太陽呢就失去了它的光 那月亮也失去它的亮 所以第六個封印呢 就是那個宇宙黑暗的那個 我講的對不對呢 你看這裡講的 日頭變黑了 月亮呢變紅了 第六印呢 是在第五個封印之後 然後我們先看第五個封印 《啟示錄》第六章第九到十一節 揭開第五印的時候 我看見在祭壇底下 有神的道 並且做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 大聲喊著說 聖結真實的主啊 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 給我們生流血的冤 要等到幾時呢 所以第五個印揭開的時候 那就是那些呢 為主的道而殉道的人 他們在向神呼主說 主啊 要到什麼時候 要到什麼時候呢 那你要怎麼樣為我們的流血而生冤呢 什麼時候為我們生冤呢 然後主呢就向他們說 祂給了他們穿上白衣 他告訴他們說 你稍微在等片刻吧 那因為他說呢 仍然有一些弟兄們呢 需要為主而正而殉道的 那等著一同做仆人和他們的弟兄 也向他們被殺 滿足了樹木 那你看注意這個重點就是 這些仆人要滿足了樹木之後 所以將要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們說是要相信耶穌基督的 他們將要被殺 這裡是講到第五個 那就是在第六個印之前所發生的 那這個呢就是大災難 然後呢我們要講第七個印 然後呢我們要講第七個印 第七個印呢 像是記載在奇事錄的第八到第九章 那這裡所講的就是主大而可畏的日子 講到主的審判 講到主的憤怒 所以當主回來的時候 那些呢就是與他戰利的 那將要被聚集在一起 與主同在 然後呢神的審判呢就會領到那些 那一個就是主大而可畏的日子 那第一跟第四個封印 那第一到第四呢都是提到一些的馬 其實呢是一些 一系列的事蹟 那第一個印呢是在 奇事錄第六章第一和第二節 這裡講到一匹白馬 那有一些神學家 有一些的教師呢講說 這個白馬就是耶穌基督 那但是呢這個騎白馬的人呢 他是帶著公但是卻沒有劍 而且是這樣而去打仗 那若是他真的是帶著公沒有劍而去打仗的話 那肯定會敗 那白其實也可以是指公義的意思 那白也可以是 就像是但是卻不是的意思 那白也可以是 就像是但是卻不是的意思 那就像保羅對這個 法利賽人 跟法利賽人講呢 你們就像是那一個坟墓一般 白色的坟墓 哇 我講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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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 所以他講 你白的衣服 那意思是你白從外面 是好看的 但在內面你感受到的 你感受到的 這個坟墓是白色的 意思就是外面看起來其實很乾淨 但是裡面呢是坟墓 是黑暗的 是很多的骯髒 所以其實第一個印呢 這個白馬就是迷惑的意思 然後第二匹馬 第二個印 所以這第二個 第二匹馬 所講的就是 戰役已經發生了 就是國與國在爭戰當中了 而且呢 打戰的風聲也發生了 所以第二個印呢 就是打戰跟打戰的風聲 第三個印 提到的是一隻黑馬 那現在好多人都在 都在哀嘆說 現在我們所需要的日常用品 這一些都非常的昂貴 是賣啦 或者是米啦 或者是油啦 各樣東西都是那樣的昂貴 那如果呢 各樣的日常用的東西都開始太貴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進入了 我們就要進入的是一個飢餓的時候 然後第四個印 然後第四個印 拿去是一個淡淡的一個 然後這裏面就在 在起司律的第六章第七第八節 所講到就是 當中呢就會有 突然間的死亡 還有獸會出現 那這些突然的死亡呢 就是地震的死亡 因為你沒有注意到 當時突然間地震發生 很多人都死去了 那除了這個地震以外呢 還有地上要出現這些野獸 那這些獸呢 就是代表著 瘟疫就是 動物所帶來的 這些死菌 風牛症啊 這個 這個瘟疫 還有最近在 在非洲的這個 Ebola 那這些都是瘟疫的事 所以這第四頭馬呢 所會講到的就是 地震的瘟疫 所以這四匹馬就是 主在二十四章馬太太 所講的 那所以呢 第一到第四個印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 災難的開始 開朵 第五個印呢 就是大災難 第六個印 就是宇宙性的黑暗 那第七個印呢 就是主再來的日子 大二可謂的日子 那這個就是 耶穌給予這個 比喻的原因了 那現在我們要 看一看 這個猶太人 他們的傳統的婚禮的一些禮節 一些說半夜 一起說半夜 大家就說半夜 半夜 那現在是半夜的時刻了 那古代的猶太人的婚禮 那其實呢 那這個呢 也有在耶穌基督 彌撒耶 那裡頭要成就的意思 在這個 猶太人的婚禮 古代的婚禮 那其實他們呢 沒有自由戀愛的 自由戀愛呢 就是 我喜歡這個人 我就跟他一起約會 我喜歡那個 我就跟他一起約會 這樣吧 就在他們的時代 沒有這種自由戀愛的 是爸爸幫他的兒子選了 親娘 我看我們華人古代也是這樣的嘛 做梅的 如果是爸爸不能夠自己說的話呢 就讓梅人來處理吧 梅人 梅人 梅婆 所以爸爸呢就會拆梅婆去 梅婆呢就會去到新娘的家 他說啊 某某人我的主人他來拆我來呢 就是要來娶你的女兒了 然後他們需要談這個婚嫁的事 然後他們回去的時候說 OK他們同意 他們同意了 那女方同意了之後 他們就會去做這樣的一個合同叫做 Ketubba 所以這個Ketubba的意思就是寫下的意思 就是寫的意思 其實就是一個婚約來的 Ketubba就是婚約 所以我是一個正婚人 我是一個正婚人 所以新婚夫婦要結婚的時候 我需要簽這個 簽這個簽 所以呢 夫妻因為我簽了名字之後呢 他們就成為合法的 所以就是夫妻之間的一個婚約來的 所以這個新娘就說 我會很盡責的來照顧你 那我會照顧你一生 那我也會供應你的需要 那你任何的需要我會盡力的來滿足的 所以這個就是她的婚約裡邊所同意的 然後做了Ketubba之後呢 另外一個結團就做Moha Moha Moha呢就是呢 就是 拼金啊 要給拼金給女方 當時呢這個拼金真的是很麻煩的 哇我的兒子呢一年後要結婚了 所以我就跟女方的父母談了 然後她說我太年輕了我不懂得這些傳統 所以我會問老人家怎麼做 哇那個就是我們更大頭痛了 老人家就開始講說你要做這個做這個做這個做那樣 還有拼金更是可觀 那她說現在不要送燒豬的話可以送八瓜 還要有四點金 所以要給這個假金 所以這個呢這個呢這個這個 叫什麼孟姬啊 拼金 拼金 要給女方的家長 那就是跟這個女方的家長講說 好從這個之後呢你的女兒就是屬於我這個家裡 我這個拼金去了之後呢你的女兒就要搬到我的家來然後住在我的家了 那這個就是拼金的 那這個就是拼金的 那 after they have the ketubah they have the mohah then they have what we call the yain 然後ketubah mohah之後呢就yain 不是牙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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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印啊 牙印就是酒的意思 所以呢就是一杯酒 因為他們慶祝婚禮嘛 他們就一杯酒拿不起來 那就是家長當中呢他們家人當中就是一人喝一口 然後呢就是新娘 現在呢是新娘做決定的時候 如果她肯喝的話呢 就是說她同意這個婚式 如果她不肯喝的話 就是說她拒絕叫給這個男人 然後呢就是新娘說好我要先回家 然後呢預備一個地方 然後我才可以把新娘帶回家 所以她在離開回家之前呢 她就要先給她跟女方一個 馬灘 什麼是馬灘呢 什麼是馬灘呢 就是一個給新娘的一個禮物了 現在我們都是這樣戒指嘛 現在我們都是這樣戒指嘛 定戒指 所以這個就是新郎跟新娘講說 現在你是屬於我的 我現在要回去為你預備一個地方 然後我就帶你回去 這個我要送給你的馬灘 這個我要送給你的馬灘 是一個標誌 是一個標誌 這個標誌就是你是屬於我的 那就是永遠你都是屬於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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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新娘呢 因為她已經喝了亞因了嘛 然後她現在要接受這個馬灘 現在她應該怎麼做呢 她要保持自己的真潔 就是要真潔 這四個步驟就是他們猶太人的 這個跟耶穌基督又怎麼樣有相連呢 約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到第三 她說 那她說 在我父家裡有許多住處 若是沒有的話 我早已告訴你們 我去為你們預備地方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地方 我就必再來接你們到那裡 我在那裡 你也要在那裡 我現在五代的時候 你不建自己的家 在那個時代呢 你不建自己的家 不建造 現在你覺得 我必須買一個HTV的房子 然後就離開 不像我們這樣 我們現在就是 要先去BTO 然後呢 去跟父母親不住在一起了 但是古代 他們結婚的時候呢 兒子回到爸爸的家 然後他們就在爸爸的家裡面 就是預備多一個房子 他就說 在我家裡 在我爸爸的家裡面 有許多的住處 所以 不是說我們去到天堂 有很多很多的大洋房 而是我們在同樣的一個 父的家裡面 我們有不同不同的 一個新娘的房子 所以你現在明白 當耶穌說 我去是為你預備地方 現在呢 現在呢 就是重點 的 要怎樣 讓這個婚禮 猶太人的婚禮 耶穌說 我為你立了一個新約 所以這個Ketubba 就是耶穌基督跟我們 世人所建立的新約 就是耶穌基督 他用他的生命付上代價來救贖我們 所以他為我們的死 他為我們的罪 而救贖我們 就像是他把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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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 然後呢 壓印呢 就是耶穌基督的保險 所以當我們領受聖餐的時候 你就是在確定 確定你就要成為主的這個新娘 所以耶穌基督賜給我們他的生命 祂賜給我們他的生命 祂賜給我們他的生命 所以當我們領受聖餐的時候 我們就好像在宣告我們就是主的新婦一樣 當耶穌基督回到天父那裡去之前 祂給了我們什麼 祂說我去那裡我要把聖靈賜給你們 所以聖靈呢就是那個 那個就是那個 訂婚戒指 聖靈來了 住在我們裡面 要指引我們 要幫助 而且 預備我們 給我們聖節 給我們 就是不備不會 所以直到當主耶穌祂再來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都有聖靈賜 現在我們回到我們的十個童女 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你們要警醒 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 沒人知道什麼時候人子要來 那二十四章三十六節說 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唯獨父知道 他說 主說我不知道 天使也不知道 只有我的父知道 所以只有天上的父知道 耶穌基督什麼時候回來 那朝聖師呢這個新郎回到 去到爸爸那邊說 爸爸爸爸我到底要等到多久呢 才去 才可以去把迎接我的新娘呢 那在現實來講 可能一年可能兩年可能很多年之後 他爸爸爸爸 就講什麼 不是還不知道時候 我還沒有把一切都做完 那個房子都還沒有預備好 那些裝飾 我還沒有把這個房間預備好給新娘來 所以其實新郎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要去迎接新娘的 然後你看這裡說呢 天國好比呢 十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 那這些童女的意思就是呢 那些聖節的那些完全沒有誤會的 那保羅講到這個童女他怎麼說呢 科林多後書11章第二節 他說呢 他說呢 我是憤恨的 那因為呢 陳把你們 取配給一個丈夫 要把你們 如同 那些意思就是 當你接受耶穌基督的時候 那你已經是 潔淨了 而且是 成為完整的 那耶穌基督已經完全潔淨你了 那你已經沒有任何的誤會 已經沒有任何的不聖節的地方 所以當你接受耶穌基督之後呢 你就成為這個童女 那因為你已經取配給基督了 那你有一個責任 就是要保持這個童女的貞結 每一個童女她們都戴著燈 你看那個比喻當中的十個童女 每一個都戴著燈 那這個燈呢 就是一個小小的一個器皿 那裡面是有一個 燈芯 是需要有油燈才會亮起來 那所以燈呢 就是只能夠照亮的意思 其實每一個信徒 我們都有一盞燈 對不對 所以跟你旁邊的人講說 你有一盞燈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一盞燈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一盞燈 那一個燈就是你的生命 那你在世上的日子 你是怎麼活怎麼度日呢 將會斷定你在主面前所得到的獎項 那耶穌基督講這個 那耶穌基督講這個 約翰 施起約翰是這麼說 約翰是點著的明燈 你們情願暫時喜歡他的燈 你看呢 約翰呢是一個點著的 是一個亮著很亮的燈 你都已經願意在這個燈當中 你來喜歡洗 然後呢 在馬太福音第五章 耶穌說你就是世上的光 所以你就是那一盞燈 你就是那一盞燈 你就是那一盞燈 你就是在這世上的光 所以神說 神的意思就是你要為主而發光 你要怎麼樣為主而發光呢 也就是說呢 你的這一生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見證 你是怎麼樣度日的 是叫人看到的時候他們都很羡慕而且要向方 這裡呢 你這盞燈是不能夠被藏起來的 他說你這盞燈要在人的面前呢 沙烏亮教他們看到你的好行為呢 要將榮耀歸給你在天上的父 所以你在世上要怎麼樣生活呢 就要 就是主再來的時候呢 你的地位是怎麼樣 Amen 所以我們都是世上的光 好這盞燈是需要油的 油就是代表聖靈 五個童女他們有油 回到耶穌所講的 在我父家裡有許多的住處 然後呢 我們也知道就是 新郎什麼時候來接新娘就是 父決定 現在回到半夜了 那就是 當天父跟兒子說 兒子現在時候了 現在就去迎接新娘了 現在就是去迎接新娘了 現在就是去迎接新娘的時候了 現在就是去迎接新娘的時候了 新郎太喜悦了 然後一邊教練 他要去迎接新娘了 那還有他整個新郎的團隊呢 就跟隨著 他們是半夜才來到的 半夜 是在最黑暗的時候 是在宇宙性的黑暗的那個時候 你看到我們看出來講的 整個時間的連貫性嗎 所以這個新郎來的時候是半夜的時候 那就是呢 這個新郎的團隊 每一個人的團隊就會大聲地喊說 新郎到了 趕快出來迎接他吧 這些童女這些新娘他們在那邊都已經睡著了 他們昏昏沉沉的說 喔新郎來了 要點燈要等燈 那你跟神的關係就是讀聖經啦 祷告啦 就是在跟神建立關係的時間 你有沒有做神的功 那你有沒有預備好主再來的時候 你有油嗎 你的油其實都已經誤會了 這五個童女有油是因為他們每一天都是在與神建立這個體力 所以他們好興奮的 他就趕快把燈亮了一點之後 然後就去迎接新郎了 然後呢被接到父的家裡去 然後他說門就關上 那這五個愚拙的童女呢 那聰明的童女他們討一點油 他們不拒絕給了 趕快出去買油吧 那他們回來的時候 門已經關上了 他們敲門 他們拼命拼命地敲門啦 門不為他們而開 然後一個聲音就說 我不認識你 你知道我的人生中我最大的懼怕 就是當主再來的時候 但因為祂不向我說我不認識你 那我呢希望我就是能夠進入到祂為我預備的地方 那就是進入到當中一起的慶賀一起的歡慶喜宴 所以我們的屬靈的生命的健康呢 就是關乎我們一直有著不停的這個油的供應 那有油就是跟我們的屬靈的生命的關係 就是讓油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也就是我們的人生充滿著主的生命 那五個愚拙的童女沒有油 那也就是說他們從來沒有跟耶穌有親密的關係 那也就是說他們從來沒有跟耶穌有親密的關係 或者他們跟聖靈沒有親密的關係 為什麼 那因為他們太忙碌自己的生命 他們要建立的是自己的國度 那卻忽略了做神的孩子的責任 我不是說你不做工 我也不是說你不需要做 處理什麼日常的事情 但是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 一定要成為對耶穌基督的一個美好的見證 我要行我要做事 我要做事 那是不是主都在看待著的呢 所以你裡頭要有油 要跟神建立這個親密的關係 所以聖經說你要警醒 你一定要警醒 你要確定 確保當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你預備好 不要像那五個愚拙的童女 像那五個聰明的童女 當主再來的時候 祂將要把你帶到這個 祂所預備的新娘的房子 你要成為耶穌基督永遠的幸福 天父我們滿心的感謝祢 所以你要警醒 所以你要警醒 你要警醒 千萬不要卸曼 你要警醒 千萬不要卸曼 你要做的是聰明的童女 天父我們滿心的感謝祢 感謝主祢給我們這個時刻 我們活在艱難的時候 有些事情使得我們留意到 有時候我們卻忽略了這些 所以我們祷告 我們為著今天在場的每一個人 若當中有人是遠離你的 我祷告祢在恢復我們起初的愛 主啊祢親自地來感動他們的心 主啊來觸動他們的心靈 直到他們能夠明白 他們沒有祢是不行的 感謝祢主耶穌 因著祢愛我們每一個人 我也感謝祢在我們當中所做的事 因為我們要一起的同心 而且一起的做工 同心的來尊容祢 使到我們能夠榮耀祢的名 所以主我感謝祢為這每一個人 使用祢所給的才幹 使到我們的生命能夠備正 主啊使到他們每一個人 手上的勞動都要揭美好的果子 我也為著那些把才幹埋藏的人 使到這些埋藏起來的才幹 才能夠再一次的出土 使到他們願意去使用這些才幹 要成為別人的祝福 主啊我向祢來感恩 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Thank you And God bless me Thank you Pastor Justin Yeah I agree 講五個 大家可以聽跟帖子 準備好了嗎 這就是巧想要做的